害人害己了吧 也許他這個說法非常多 可是問題是 我就馬上去解決 我根本沒有考慮後果 沒有考慮後果 事實上 我們的魯哲也要先檢查原則大問題 要做 去後果 長也好 大也好 非我們所故意 成功最好 不成功 黨絕副作用 我們的確沒有考慮 這是也許我們魯哲的毛髮沒有不夠理性的 可是 先看大前提 對了 福爾良心的一所為之 一所單位為之就是 即有沒有成效 不是 不考慮 先不考慮 先做完再說 要成功 最好 沒有成功 我們所謂 謀世在人 誠世在天 天故要有成功 就是算了 可是該做的 還是做的 稍微給大家所講的 文章要寫的 這是我幾點 親身的經歷 然後再來我們講的 陳淳俊還有一個 巴基斯坦的校 十七歲了 破紀錄 十七歲拿到和平獎 他十二三歲就覺得 我一定要把我這個生命 把他的知識推廣 推廣什麼呢 他本身是受教育蠻高的 可是他覺得當時 不是當時 就是十多年前而已 別的女生沒有受教育 女生地板一樣 根本沒有辦法 要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 所以他冒了生命危險 跟當時的掌權派 跟當時的男性主義社會裡面 從來領導 我們從來主管來對抗 一定要推廣的活動 結果七八年努力 到他十七歲就拿到羅貝爾接 當然不行 因為拿到羅貝爾合併 一定怎麼樣 可是 表示至少 他的生命是持續幹下去的 持續幹下去的 所以這三個一個是武遜 一個台中的陳述局 一個是巴基斯坦的SELF 巴基斯坦的SELF 那麼舉這個例 覺得世上也是可能的 所以如果講的 上面所講的第二點 是理論上的說明的話 第三點也是世上說明 當然主要可以反過來 你要世上 我也可以舉反例啊 也可以 可是我所講的是 原則上可以就是可以了 就是個別的反政 個別的反例 並不是什麼好 但文章裡面講的絕點 這個不做譚瑞 主要是唐一個做審的報告 我也講了快十分鐘 第四點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歪跡的 第四點 知識懂得越多 恐怕更有危險 為什麼 今天還講很多 知識性犯罪的 他懂得更多的 又要幫忙他專門找街 又要幫忙他找法律的勞動 不必然啊 可是常有這個情況 所以文章裡面講到 知識本身是中性的 毛老師常常講的 中性的 所以中性不要放線 完全看領人 用之善就善 用之不善也不善 知識本身是中性的 怎麼能夠把中性的東西 用完一定可以成得 要幫助 我也要強調幫助 我也要強調幫助 可是並不是必要條件 是一個頂多是重要條件 甚至關鍵條件 我最強調一點 並非必要條件 我跟主要說 是必要還是重要 我強調是重要 我常常是重要 毛老師 堂老師覺得 知識對於成得是重要 可是 我看不出來 毛老師講是必要 所以分別就是 必跟重的兩個字 那第五點 在我初前的理解的話 成得不詳 關鍵 就是不需要 知識或者識辨 也可以成得的 這個說法應該符合 或者我所了解的說明 理學的 陸王解釋 與唐瑪 一關的說法 都是這樣的 知識關鍵 兩個領域 各自獨立的知識 一個領域 道德是一個領域 但互相機緣 剛才可以講互相機緣 或是什麼 我絕對常常互相機緣 互相幫助 可是互相機緣 跟幫助 並不是說 他的良解 有因果關係 更不是 知識 是成得的必要條件 這首 無論如何 我沒有辦法 所以我記得 介紹主案中的說法 那懂得越多人的話 你說的 生思明編也好 或是解釋細編也好 說康德什麼畫作也好 可能只是 某些人的前辯 他們常常的 硬 老謀 甚至那個藉口 一個異常而已 我不是說主案中是這樣 只是說很多人 很懂得解釋 事實上 懂得越多的也許 可以提供給你更多的所謂知識 讓你的前面硬撈 來自言自說 等等 第五點 剛才解釋過了 好啦 那第五點就是 最愛人群我願意想 就是 換言之 理論歸理論 時間歸時間 你懂得再多的 就是理論的程式們 最愛人的做 是另外的 其實 懂得越多 不但能夠做 有正面的幫助 反而讓你取巧 更 更懂得 用法律的鬧動 搞不好有這個可能性 有這個危機 我會非常擔心 這個就是 盧索坤所謂的 大文所說的 理論解水 跟時間解水 一樣所區別 不能換回他 他的大文 大家可以看到 再來 主文書裡面的大文書 看來很仔細 而是個別的話 他影 錄像上的話 錄像上裡面的話 是講什麼呢 他是講到 好啊 呃 當然是 這個盧索坤要等下 我這個 大家可以看盧索坤的論文 在論文的 他說這個縣紗 縣紗怎麼說 我的確也查過 縣紗 縣紗的書裡面 第十月對你們講 未嘗 學問 事變 就是說 不為故性而行之 是明星眼睛 閉線眼睛 無感 閉線眼睛 所以說 陸先生 他怎麼承認的 兩角的道德 跟知識分開 怎麼他講幾句話 沒有學問的話 這好比 你要做實習 好生 閉線眼睛一樣 他這樣幾句話 跟他一掛的手法不一樣 我記得我要反省一下 反省的結果 我覺得 就是像我所講的 9.6點 個別的語句 個別的寡頭的話語 做不了足 我們看看大方向 一般的語句 大體上怎麼說 偶然的語句 做不了足 所以我只能夠先定位 憲山剛才的話 是偶然的話 為什麼我怎麼說呢 我從評論 common sense 來講 第三點 理解這我要說的 個別的話語 是做不了準的 原來是學者 憲山大學 大學者 也是人 反省人 要是要講話 都會不敬意的 說錯話 不說了大話 甚至說了不嚴謹的話 所謂 所謂 所謂的嘴 好了 我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要大家看一下 這個例子的話 我親口上課 聽馬老師解 馬老師是批評康老師 說 當時他聽完 說rough work 說他老師的東西 是rough work rough work 就是很粗的東西 叫不精細 誰要不精細的 我上課裡面親耳 或是同堂課 主漢中有沒有在 因為我們跟他同班同學 搞到我們都聽到幾句話 他說康老師的東西 rough work 很麻煩這句話 可是 如果光是憑這句話 大多文章 就麻煩 因為馬老師是一定對 唐老師批評他嚴重等等 麻煩 因為說 我最近剛剛看了67封信 是馬老師寫給唐老師 信裡面 對唐老師 很多方面都推崇不移 推崇不移 所以如果光是看 唐老師都是大主文章 說馬老師批評唐老師等等 什麼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 上過馬老師的課 都知道馬老師 喜歡越大人物 喜歡批評文章 所以善言 說大的話 說了實話 不敬意的話 說了實話 說了實話 我看是有的 我上來講大話 是有的 所以既然個別的話語 我把他定外說錯的話 我說了大話 而非嚴謹 非精益底下 並不是太意識到講了什麼 所以必須要通盤了解他的精神 通盤了解他的習慣 才能夠含並 這句話 到底是講出來講 如果個別的話 都抓出來 來大多文章 我覺得這個 行 行 行 第七點 如果不嫌互亂 我們可以說 主汉書道說 不是imprise 以下一個行為 只要解水渣 而且只要 你另外一個 遺傳柱子 跟你理解 底下的抗德 可以解決成的 而其他人呢 包括唐德 和唐德 都不能成德 如果把他的思想 識別 跟著成德 拉上關係的方 唐德 就成德不了 只要透過人家想到 成德 跟宗教的關係 按 任何宗教 皆指在 跟目的在於什麼 至少中之之 是導人 向善 任何宗教喜歡的 做善事 這個謠童 做善事 就好比成德 賢德 如果解水試驗 基於一般來的成德 我看 解水試驗 都一般來成德 那關係什麼呢 正好比神學 基於宗教徒去成德 如果說 不做解水試驗 變成德不了的話 就好比不懂神學的人 就沒有資格當宗教徒 或基督教徒 沒有資格當基督教徒 你是絕對成德不了 絕對不能 抗天要受的原罪影響 你要幫他上天堂 所以假定不懂解水試驗 成德不了的話 就好比宗教徒裡面 不懂神學 你才成德不了 也做不了宗教徒 但是我覺得 宗教徒看到的那句話 不斐 不起來反彈 或者抗議才怪 原點澄清 原點澄清的話 第一個 大文裡面 祖漢松說 我跟盧索爾坤沒有證實的問題 我不是沒有證實 我這個 第505期的這個文章 本來是2萬5千字 後來祖漢松 以主編的名給我打 他說 趙錢和那個文章太長 那麼省一點 我省多少 他說按照我們稿約 1萬5千字來上限 好吧 你稍微多一點 3千字1萬8 沒關係 這個是不太長 好吧 這個情況下 我非常討論他們 他是主編 他怎麼說 我就自動把這個三節 從2萬5千字上 怎麼上 省不到1萬5 1萬8 最後一節 最後一節是寫什麼呢 就是思考成德的個人心目立場 這個成德個人心目立場 剛好就是回應 他受到惡的挑戰 你怎麼回應 才能讓你避免再犯惡 剛好把這節刪掉 刪掉的話 祖漢松說 故事沒有回應 是印的要求刪掉 剛好刪掉 最後節就是思考成德個人心目 這個是我寫在上面的故事 我現在在剪 可以看這個人要印出來 另外一點我沒有講 可以也許古充實 後來我看到 不是啊 我要回應到 只不過在 第五百期回應 那不是五零五期回應 第五百期的話 是怎麼說的 這個我稍微 五百期裡面怎麼說的 第一個 這個座很長 大概要五百個座 當然 但我不被個人 另外永遠 就對惡的侵犯 現在我要我們所謂 受到誘惑 受到魔鬼誘惑 反正我們發惡的時候 個人永遠是怎麼樣 因為只要永遠 心存正念 而且要自我充分 武裝起來 而具備正氣凜難 雖千萬人不亡 不亡這個決心 這個很長 我再念最後一個 在弱勢的未常生活上 則需要培養出 臨生理博的 戒慎恐懼的儀式 切勿輕調扶詐 包括這個 非禮物詩 物言物聽等等 加上這個第五個 物詩 物言物動物聽 之外 加上物詩 顯得不要顯 而且心中很有一個 一線永線 一旦的掉下去 永遠掉下去 一施永實 一旦發生問題 出了狀況 永遠是 尚嫌變為情少 這個念頭的話 不斷提醒你 我們必須要把良知 要治他 治良知 不斷要治 這個情況下 也許 可以幫忙你 盡量減少少 到底要摸 要摸回犯罪的機會 要變 那裏面會講到 實際上 毛老師講到 良知本身是最基本的 良知最基本之後 這是原則問題 essence 是本質問題 要的本質問題還不夠 這是充分條件的門檻 你必須要把這個必要條件 變成充分條件 是什麼 就是毛老師一天到晚 講的 立訣的體贈 所以第一個 良知本身 一定要把它存在 這是什麼 第二 透過立訣的體贈 第三 透過做功夫 做功夫就是修演 好好做功夫 第四 第四是什麼呢 有需要的 需要掌持 需要 還發過讀書 讀書就是 成績上面 最高良知 第二 立訣的體贈 第三 應該做功夫 第四 讀書 事變 第五 就是 需要的幫忙 所以如果這個順序不錯的話 馬老師大概是一個順序 讀書 事變大概放得滿後面的 讀書 事變對面的強調方式滿好 最重要的是良知 再來是良知長線 再靠這個 立訣的體贈 再來靠這個 修演 修演 再來是讀書 事變 最後是要幫忙等等 這個排列順序是我的 可是我看 應該符合 應該符合馬老師的意思 我講一點就是 好 這一點就是 這一點就是 我調了一點 調了一點就是 就說 就說 我們成對於否的話 美皇教授是不是把老師 甚至把路亡的語句 拉出來 作為你的靠山 作為你的背書 不是 不是 我覺得成對於否 完全是一個自我本身的事情 老師 他頂多 然後 剪一下這方面的說法 看看 他的說法 講 在這沒有堂帆的說法的話 我皇教授能成的就成的 沒有成的的話 我看完的堂帽書 還是不能成的 就是看完 不光是堂帽 就是看孔子書 孟德書 看路亡書 還是不能成的 所以成的語法 完全是自我 一出自發的 又良知來了 你就去做 按照的時候不必思考 越思考 搞不好問題越大 你多思考 最簡單的夢就解完 一看到小孩就 掉到井裡 馬上就救 你多思考 什麼文章講的呢 一練上弦 再練勤奏 你多思考上 要不要救他 你多思考到 過兩秒的小孩就掉到井裡 你要救 那救不來 你該救 馬上跑去救 你思考 我救他 為了曾教育的生意嗎 為了怕小孩的生意 炒到你嗎 為了別的緣度嗎 為了知名度嗎 為了怎麼樣 你思考 思考過兩秒 小孩就掉上去 所以我就說 一練上弦 再練勤奏 當然要反規 也可以是這麼說的 所以我怎麼講 我是覺得 等祖漢書的意見 我是沒有辦法說服我 來介紹他意見 最好講到他 說你講到知識的話 我講到他 演講稿最後一個講到 不知識者是沒有道德 通過用誓辨而知的 不能一般的知識來講 事實上我並沒有說 是我一般知識 我的題目的確 也許引起 是主漢書的部位 可是內容非常清楚 我所有知識是靠近 康的所謂解釋 欺騙 哪種所謂的 滑轉 自然辯證來說的 並不僅一般知識 所有部用部位 就是歷史知識 地理知識 天門地理 或者數學部實力 我臉文章很清楚 題目看不清楚 可是為什麼故意這個題目 我臉要講 第一 就是康列文章很清楚 題目 沒有寫得怎麼清楚 因為文章的題目 不方便太長 題目已經二十個字了 因為還加上去 沒有 我所講的知識 是什麼知識 寫上去題目的故事 太永常 人家看不懂嗎 這是第二點 所以題目不能太永常 所以題目上面 好神看 我寫得一半知識 實際上我故事 這個知識並不是一個全昌病庭 特別是靠近 康的所講的所有故事 一般的所謂全昌病庭 所有各種知識 第三點 主漢書漢 他說要炒裂這個課題 所以要故意 立善一個比較聰動的題目 沒有知識 講沒有道德了嗎 我故意立善一個 稍微聰動的題目 可是看內腕很清楚 我所講的知識 並不是天文地語各方知識 是靠近康的所講的 解釋詩辯來說 到底有些記錄講 康的所講的解釋詩辯 按照魯世光的說法來講 主漢宋氏理解釋比較偏長 這個不多講 我才講 他說 到底是不是這樣解 我不肯解釋 這我做一個人 做一個如差的人 我所瞭解一下 我寫了三文字句 再寫出三千多句 來所謂回應 當我說解了 也許是不對的 請大家有些主漢書給我指教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請大家 請大家 是不是 你看了 比如說可以演到什麼 我們那個 這個十二點半 可以 就一半 二十分 那比老師要 比老師 比老師要講 好 比老師 可以 可以 老師可以講 可以講 OK 比他這個 主門的機具 來的 而且 屬於把他帶來 大體上 應該還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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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量所吸收吸 你知道 但文量可能更疾悉 這個 那我想 大家老師 這個地方 其實是 有相當 一個合理性 因為 他也很驚訝 還要不曉 這個 這個 那個 極宣 吳王 還是 吳老西 這時候吧 那我想 最近還是 有一些地方 需要 我這個 分別 這個就是 關於 這個 這個 課題 或者是 第二頁 那 我想 還是 大家都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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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頁 上面就講 那 那 其中 所吸引到的 是 那個 關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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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想 我的 這個 讀法 這個 讀一圈說 有一個真摯 這個 不同的強姿 其實不在於 那般人 沒有 真摯 就可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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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很正確的 這個情編 你 沒有真摯 面對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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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個 那 房前的地方 比到那些很有真切的經驗 而感動力很大 我認為它是真實 受控對道德的經驗 很真實的話 當你的道德實驗動力 會很強烈 而你在這個地方所顯示的 做出道德的表現 是毫無疑問的 但我想這個不是因為 我們所謂的反省性的欺騙 那 今天從我跳舞小一點 要求說這個欺騙其實有其中意義 它的欺騙都不適應值的 OK 那它的欺騙 不是對於我們到的時間 所寒的東西或方便的這個反省 甚至是對於 如果 其他對我們到的時間 有些人將實行的懷疑 那有些是內部的經驗懷疑 也有外部的這個 或是這個 所謂欺騙的反論 那對於這個意義體 就是喜遍兩人 我想吳老師說 這個喜遍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跟孟子 為什麼這個 要真理過渡的這個言論 過渡的這個無疑 但是問題整個不是 道德只為道德本性 就是道德本性 簡單說還是從這個道德本性 那我說是道德本性 就是夢之一 不是諸吉 這個畫出來的 那諸吉這個部分 當然也有他的這個 這個 實驗講義 為什麼呢 所以就諸吉來說 我們這個心 是不是真的 從這個 道德的性 而發 是有疑問的 所以 你是不是真的 從這個道德實驗 那就是突進來看 但那種心來講的話 只有疑問 就是會是原性 也會是道德 也會是道德 也許你 莫生物應該注意 既然言也會有道德 既然沒有說 你不經過歌曲中 你就完全沒有道德 既然沒有說 你不經過歌曲中 既然沒有說 你不經過歌曲中 既然心也常有道德的表現 也表示 我們不定要做什麼樣的事 變成一個主席版人 各種道德的行為 但他是不是常常都能做 對主角來說是有疑問 甚至對主角來說 你做學問的也 也可以有這種疑問 因為你的心 肯定能夠經定你的心 就是除去這個 額外知識的意思 去經定你的心 真正能夠從這個心裡來放 所以他的事件 其實戶外就是要你的心 排取過足的所謂言語 而承諺之函 他直接承諺之函 他以為一些含有這個 所謂這個承諺 承諺之函 他的線就是到的 這個是 租集到的心 有意義的地方 但是 我想我們還要給我取分 就是 從一個來說 心 心 一般說是行動的主角 心 是我們心中的主角 去經理 那這兩句 如果就可以 就不就等一個說 那這是不是 留在來 那 或是這個 楊老師有的 一些我們不太好 也有這個 這個 一群網友外面 一直 這個 這個 可能還有 這對於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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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想 王龍基良明顯說 你是不是 這個 良知問題 你不是 事變問題 不是 因為你 事變 你就是這個 所以 因為良知 是不是 本身能夠 這個 這個 寂寞肯定 你能夠的話 即便 在這個地方 並不是定義 人 的話 可以接受 這個 繼續良知教育 但是 對於 這 這個 進道 呢 是 好像 需要這個 這個 衛生 衛生 那個 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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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智取,趨則有成,乘則行刑得住。 在康德時,就特意避開了一點,就是康德,摩仙講康德的時候會講到康德的貢子和陸王的最大差別就是智德直覺,在康德是沒有智德直覺的。 那當然楊老師也非常明白這一點,不過楊老師在講的時候就把這個籤繞開,就完全繞開,但是講到最後,講到最後的時候他還是有在折回來,就是講說在遺傳那邊行上行下有沒有折,這樣子。 因為以有智的直覺來說,這個折是打通的。 可是為什麼在一川這邊還是要保住這個道德性的純正,要不然在我們順著這個新學的時間,你很難去解決這個所謂的自然變正的結果這樣子。 那當然最沒提到,就講具體的例子,比如說像陳樹菊或者武訓,像楊老師說武訓,楊老師認為武訓他仍然是有理的。 就是說武訓的行為,他最後他堅持,從他的生命實踐裡面,他會知道有一個原則,他只要堅持他做乞丐的身份,做乞丐該做的事,對他來說就沒有矛盾,就沒有懷疑,或者說就沒有不安。 而在實際上也得到這個效果,所以他並沒有被環境所改變,所謂的自然的變正而動搖了他的心智。 所以他一貫也是堅持到底,所以楊老師會覺得,難道他沒有理嗎? 他這個覺醒、他這個堅持就是一個理嗎? 那夏成數據也是,他一樣也有,我看一些記者的採訪,他在捐錢的時候,他也會有猶豫,就錢捐出去到底有沒有用得很好。 可是他的說法就是說,他都不管那麼多,他就這樣以後,他就只管他自己。 這有點像這個杜甫說,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之國。 就每一個人的實踐,當他範圍在比較小的時候,他的良知都足以充分的對應。 但是當他的實踐越來越大的時候,範圍越來越大,其他世國平天下, 他越來越大的時候,他需要的各種的考慮越來越多。 所以同時說,可以共學,未可以釋到,可以釋到,未可以立,可以立,未可以權。 因為你環境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大問題,最終的就是大家的權不一樣。 而且在這個時候真的是公說公的理,婆說婆有理。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是陳述菊,我會這樣把錢捐走嗎?我覺得我不會。 為什麼呢?因為我根本就不信任我把錢捐走那些人,這些錢的援用,不如我來用。 為什麼呢?因為我的知識結構比陳述菊複雜太多了。 那陳述菊他就維持他在山泉水就好,為什麼不要出山呢? 所以他的自我實踐,維持他本身的道德性心理智的。 但是你不能讓他去做行政院長,因為他可以做到這個修身, 但是其他自我明天下就不行,就壞在條件越來越多。 那現在我覺得,當然這些詞跟楊老師所說的哲學的詞話還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楊老師最後一次講到說,我覺得楊老師講到最重要的點, 他會認為知識必要的,就是他所謂抬高被某些人所扁逼的陳述菊的地位, 也就在於說,所謂的逆絕體政,這個良知的活動,跟一般的側影之心啊。 這樣的良知活動是一樣的還是不一樣的? 楊老師認為,我不想我們理解錯,楊老師認為這個逆絕體政, 就像他說,母訓也有他的一個道理的堅持, 這個就是一個哲學,就是一個哲學活動,就是一個道問學這樣子啊。 那這邊我覺得是一個關鍵點,就是逆絕體政,所謂的實踐之之, 它是一個哲學思辨嗎?還是它真的就是一個, 它不需要任何知識的一種在實踐之中嗎? 它真的是屬於實踐的一個結果嗎? 而它不需要這個哲學的補助,你不需要任何思辨, 任何理性,不需要任何理性的補助, 它只要是從你實踐中直接得來的一種當下心安的自我肯定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屬於實踐之之,正義地。 我覺得真值的觀點在這一點, 我覺得楊老師比較偏向於逆絕體政, 像剛剛黃老師也講到,你認為良知第一, 逆絕體政第二,就是順序。 對逆絕體政對道德實踐來說, 保住這個道德本體,道德的純淨性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逆絕體政本身它有實踐就夠了嗎? 就路網說吧,還是它也是一種哲學的, 或者是說這種道問學的功夫這樣子, 那我覺得我個人,但這個問題我承認,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否則也沒什麼好事, 要不然就像楊老師提出來的, 就像你家庭三頭一樣, 就是你適合法, 你為了你的氣節、理解, 或者為了你的道德信念, 你犧牲十萬人的性命, 是對的嗎? 這個,甚至於我們可以掛納說, 那中國抗戰, 明明知道在那個時候, 被日本人打, 那樣死傷幾千萬的中國人, 那你像法國人那樣投降, 那幾千萬的性命, 不是保住了嗎? 那個時候, 我最近看了, 對不起, 有一個陳克文的日記, 他是當時行政院副院長, 他說那個, 當時王清衛主張投降, 因為王清衛看得非常清楚, 他認為這個, 比脫代變, 暫時跟日本緩解這樣子, 中國死傷幾千萬人, 就算最後勝利也是殘勝, 而且最後全部都讓人共產黨, 他已經預言到這一點了, 而且包括胡適, 余悅無認這些都支持王清衛, 但是蔣介石堅持, 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如果我們一跟日本和解, 我們永遠在歷史上就叫漢奸, 我們無言見總理於地下, 所以就算死到底, 不管怎麼樣也要跟日本人打, 這樣子的話, 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道德抉擇, 你不覺得, 你不能說王清衛的討異也沒有道理, 事實上, 中國最後就是死了兩千萬人, 那這個, 所以, 所以不能說, 但是, 就是說, 即便你從, 你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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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位置的角度, 我也不認爲它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也不認爲它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已經偏向世公面了, 我們說, 就回到良知本身了, 因為在楊老師還是比較關心, 保護良知的那個, 絕對的正確, 形象的那個, 那個合理性, 而不沦入那個自然辯證, 這條路這樣子, 那這個, 嗯, 可是我覺得楊老師剛才, 露體了一點, 所以, 楊老師還是把這個, 逆絕體鎮, 就是跟報溫學, 構想關係, 那這樣子的話, 禪宗的當頭棒赫這麼說, 我覺得禪宗當頭棒赫, 它是一個純粹的一個實踐的, 一個逆絕體鎮,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邊還是有一點點的, 就對, 雖然我非常, 覺得楊老師今天講得非常的周嚴, 人家我覺得順利非常多, 但是我這一點小地方, 我認為我是一個關鍵的地方, 我覺得還是, 不是完全同一樣子的講法, 最後我再提一點小小個人意見, 因為楊老師最後提到說, 要推放哲學教育的必要, 這樣子, 我是兼楊老師, 不要再提這一點, 因為第一個, 別人會覺得, 你這樣子到最後, 你講了一大道, 最後有一個公立的一個, 就是照顧哲學CBSM的出口, 第二個, 如果真的哲學變成重要, 大學或者是高中, 開設哲學的通識課, 我其實是非常害怕和擔心的, 因為你知道今天講哲學的是什麼人嗎? 他不是你想像的這些人, 他可能是什麼周韋航, 就是那個網路上的萬七八糟, 什麼呂秋元, 或什麼鬼東西, 牛鬼蛇神, 今天開哲學課, 就是完蛋了, 因為他不會來信奉你儒家, 這個孔共之道的哲學, 他講的都是亂七八糟的東西, 你要去撥清這一切, 批評他們這一切, 把他們一一活蹈, 然後就算你活蹈, 別人也聽不懂, 因為他們表示這種鬥, 或者他們有各種, 所以我覺得, 今天不要講哲學, 反而能夠保住儒家, 或是說中國, 一點點的道統命脈的純淨性, 你要去講, 除非你回到威權時代, 就是只能講四十五經這個, 否則的話, 一定完蛋, 天下八亂, 更亂, 更亂, 沒有問題, 我聽了幾位講, 有些簡單的感想, 有幾個都會講, 第一個, 我是覺得承德, 它是一個過程, 它應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如果你就單一行動來講, 那是一種討論的方法, 如果你把這個承德, 當作一個一生的歷程, 那這裡面, 你可能就會面臨到一些問題, 也就是主漢兄今天提的這個問題裡面, 我覺得是, 有它的意義在, 就是, 因為, 在當下, 它很, 就是道德本心, 自然發用, 我們承認這個事實, 但同時我們也必須要考量一個問題, 在人生的整個歷程裡面, 它一定有天人交戰的事, 有的時候就是, 剛剛很多例子裡面就是, 沒有天人交戰, 就道德本心直接發揮, 但是, 如果我們承認在, 一生的過程裡面, 它可能碰到天人交戰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問, 如何保障住, 它不下老, 那你也可以講說, 就剛剛提到, 路向山那個就, 沒有人欲的問題, 或是說, 例如說, 逆絕體鎮, 或剛剛那個, 理會學老師講的, 良心同心都肯定能, 良心自治,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那,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沒有需要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 楊老師提這個問題, 是有它的意義在, 關鍵就是, 如郭敬明剛剛提到的, 就是, 哲學思辨, 或道問學, 這些概念, 大家在想像的時候, 會想到, 其實, 哪一個人想的是不一樣, 我只是, 單純的把它當作一個例, 普遍的理來看, 這樣就夠了嗎? 還是說要繼續下去, 我覺得這個, 至少我剛剛聽的時候, 我是同意這個講話, 它有很初步的講話, 它也有很深的講話, 那這個, 太深了, 可能就會造成, 這個, 很難, 很難,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還是想聽一下, 楊老師的, 一個, 一個, 進入的說明, 我們最好, 是不是有, 幾分鐘給楊老師? 其實也, 實踐真的不夠, 謝謝大家的, 這個, 指正, 尤其是, 趙強松, 還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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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幾分鐘, 關那邊, 應該讓他, 視訊一下, eller以向他教講, 誒, 我一個, 柏夫主編, 非常非常歡迎, 有些所針分, 在我的話有点尷尬, 詳我, 我一定要針 carried on, خ mental act, �biesple男士, 他也, 才不是, 我也表示了, 我對於這個問題, 有長期的思考, 那當然也, 尤其是某些教導,我也一直在撰言,也不敢忘記 趙江松、吳雪昏在座講到,難道沒有詩辯,就沒有能夠成德,甚至成聖 這個的確有點違反,幾千年來盧道佛的奮鬥 奮鬥就是奮鬥,要講清楚,人人皆可以為謠順,或者人人都可以成佛 這個不能夠讓步,這個德性價值就不是言言有份 但是我要談的問題是,理想是這樣子,但是為什麼做不到 盧雪昏也點出這一點,他說為什麼那麼艱難 他說為什麼那麼艱難,不是說因為有艱難,所以前面的講法 就是言言皆可以為謠順,就要否定,或者說肯定言有本心良知,這個交法有不足 我只是說你肯定這個,你也努力去做,但是成聖成德不容易,一點都不易解 你當前可以當下給足,也不能夠否認這個當下的真誠 而你能夠守住這個當下的真誠去實踐,也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我們守不下去,不是說言家的,這個是一個存在的學問 也是一個主題的學問,就是當我們反省我們的醫生,我們也過得差不多了 趙祥松說你到了六十幾才有這個想法 那一般的人怎麼辦呢? 這個學問是反省自己自我要去做,為什麼做不到 我們也用了很多的功夫去體會神諸禄王,孔夢,或者如道佛王都研究 我們都努力去做,這個地方人面對的是一個什麼問題 使他懂得那麼多,也努力去實踐的時候還做不到 我的問題在這裡,在這裡,在老師說的話 這裡你要碰觸到是基督教的問題 他基督教的這個說法的重點就是,你曉得這樣做 這個道理你很清楚,他也算很清楚 只是他認為這個道理是從上帝來的 第一,你知道這個道理,第二,你不照著這個道理去做 這個問題在這裡,兩點你都要承認了 所以我們的儒家跟基督教或者儒道佛跟儒教會 這個磨大互相去比較,你要正視人家這一點 這是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生? 我們生命是有的,有什麼需要去正視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基督態度,不是說我們這樣講 一般的老百姓都沒有這個份啊 我不是考慮到這些客觀的,現實的 為了如何去教人,如何去安慰人 如何使人家能夠有這種,因為有這個理解而可以去做人 也覺得欣賞你的,我要講的問題是 沒有誰不會碰到這個困難 你如果不面對自己而不去面對這個困難而思考 我如果去特補,你不能成功 甚至你當下的實際上你以為是真正的道理行為 我再講一點,本來我這句話照常中指出來 我可以修正的,就是說沒有知識 沒有真正的道理行為 我應該是這樣講 我當下有真正的道理行為 這個也應該相信的 這個不然你本心良知覺的都講得到 但是也如同剛才建立所講 你當下的這個呈現不等於成德 甚至我認為當下的這個呈現 是否是真正的道理行為 你這個省察必須要有 就剛才說,這個立覺體征我文章裡頭講 立覺體征按照謀先講這個立覺是智的之語 它是不假外交 但是你對於你當下良知的呈現 你有沒有檢別,你能不能守住它呢 這個需要有一個副套 我這裡頭用了謀先用了一詞語,副屬啊 它是副校長、副總統的那個副啊 它是一個副屬 在你的本心良知呈現的時候 你把它抓住 你不要放走它 超而存知、存而養 這個堅持啊 抓住啊 它就是哲學的識別 這個是按康格的 康格這個單不是理財委標的 他這個講法我們可以借來用 就是能夠把普遍者 把原則 這個理或者這個是本體 本體是心極理的那個本心 或者良知 都是啊 原則也可以 理也可以 良知 這個知行的本體 本心 都可以 當這個理你知道的時候 當這個良心發現 呈現的時候 這個超純是用我們 我們要加一把劑來 我們要堅持它 這個堅持如果可能呢 就是你能夠檢別這個東西 跟平常的自己不一樣 這個跟具體的生活行為不一樣 它是體 或者它就是理之所在 這個理是什麼理 你不能說明 你不能用別的東西來說明 它不是一個假言律令 你不能用現實上的經驗上的 其他的種種的理由來說明 你要了解它這種不能用經驗說明的 這個不能說明性 這是這個分界 這個當你的良知本心呈現 你也相信 就是這樣 你拔死我 我就這樣拔死 你用其他理由 你說殺傷幾千萬人性命 什麼性命 都不能說服我 我們就堅持你了 所以奉子說 雖罷心不加焉 雖窮居不損焉 分定故隱 這一種認定 這是真切 它真切的良知 同時有一個附套在裡頭 就是對於這個東西 垮住 才能操而存之存存養之 如果缺了這個 我認為入王學 這個也不能成立 這是你當下這個體現可以 但是你唯再一個不能再繼續 更何況在一般人 你這樣做是順著本能做的 是模仿做的 是通過感情的推動而做的 你都搞不清楚啊 那你這個是不是道德實踐 我不是說趙強衝出去救人 這個不是 是我們都承認 但是 是不是真的 要通過這個條件 它是純粹的 為異惑而異惑的 這個是後來簡別的事 如果是後來簡別的時候 按抗來講 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它是 是他自己也不要相信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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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回應是一樣 我回應的部分 希望大家繼續討論 你們繼續討論 就是寫文章來討論 我這邊不來討論 這發表他一句 不來講一句 唐先生說 節水是需要人 不需要人來說的 要需要才練節水 連節水都只不說夠的話 節水十遍 只要你如果沒有節水 不能成果的話 很難的 一般大眾還有節水的 尤其現在練的 女的解答 腳步都是女的 我又來又擔心 我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如果 會後還是講討論的話 就幫你留下來一起交流 下一場合同獎座 將在十月一日 星期天在台大哲學系三樓 三零二會議室主席 獎者是職地大學 文文與社會學院院長 林安吳教授 獎題是 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 研究的問題與方法 歡迎大家參加 也再次感謝大家參與 本次的合同獎座 謝謝